在二十六的年纪 选择重新出发 发展新事业 肖战的胆子却确实实不算小 好在上天赏饭 一部陈情令 让肖战一跃成为顶流 余生请多指教 更是让肖战走出国界 而随之而来 肖战和杨子芝的荧幕情侣 也成为不少人 从戏里走到戏外关注的中心 不过 随着后面两人聚少离多 闲有同框 又各自进组拍戏 大家才逐渐泄了吃瓜的心 然而 这次微博之夜 却又让不少融入了笑头仔子的坑 在听到今年微博 King和柯宇是胡哥和神仙姐姐的那一瞬间 不少粉丝内心是非常难受的 毕竟大家都希望看到肖战杨子芝连同领奖 而没想到在最后的大合照缓解 肖战和杨子是使出了浑身泄疏 嚷嚷粉丝狠狠磕了一步 两年前 肖战在微博之夜给杨子提群摆 两年后 肖战在上台前 磨磨蹭蹭蹭蹭蹭 肖战等待杨子芝连一起上台 而还有更甜的是 在舞台上的时候 周深本想体现自己的绅士风度 在二人中间帮二人避嫌 怎料都被二人微笑拒绝了 而注意看周深最后的表情简直太多了 这个电灯跑太亮了